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会应菲律宾总统亚基罗的时候表示 日本将会继续对菲律宾的援助 恢复并且重建海现台风所造成的损失 两国领导人重新要确保国际空域的飞行自由 但是亚基罗在对区域安全局势表示关注的时候 没有直接提到中国 自从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以来 培养和东盟国家更加紧密关系系统外交政策的首要入程期日 一年多以来 他已经访问东盟十个国家每个国家自少日前 中国向该国区域展现的强硬立场 加快了日本向东盟国家的示好 也据说 安倍政府计划将会在星期六的首路会议上宣布 向东盟国家提供193亿美元的各种贷款 印尼总统苏细乐也对日本 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 导致关系紧张加剧 可能爆发公开冲突的前景表示严重的关注 It must be said that goo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re critical to the future of our region 苏细乐希望中日两国修补紧张关系 最大程度上降低紧张关系 告知冲突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